有沒有哪一個IG女神或者Youtuber 給到你一個初戀的感覺 小樹企的阿兵 阿兵 我覺得她很girvanable 我覺得你好像一個人 誰啊 是我初戀的女朋友 你無緣無故說這種話 今天我們的街訪是說初戀 你的初戀是怎樣的 我的初戀維持了7個月 也很長 你的初戀維持了多少 年齡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 Let's go 你們幾歲初戀 沒有了 不用問了 我到現在都沒有 中二 方二 方三 十五歲 十三 十四 十五 維持了多久 兩個月 還在拍攝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為什麼這麼短發生了什麼事 性格不合 我要去外國讀書 我去了外國讀書 玩玩一下 未成熟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生日這麼短 愛了你三姐 她女朋友在美國讀書 但是跟我說沒有女朋友 初戀是最難忘的 你認不認同呢 認同 很深刻 一輩子都不會不記得的 挺難忘的 第一次 很多事都是第一次發生 可能拖手 親密的行為 分手才是最難忘的 初戀就想起初吻 很多事都是你投過第一次做 都是不是很難忘 不是很認同 只是亂那麼簡單 真的有點後悔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已經過了太久了 很可憐 我們又不是垃圾 對 我好像太小了 傻傻傻傻傻 清潔一點 可能對其他人是 但是我應該 不是很難 你有沒有試過 表白或者被人表白 有 兩次 就是我 不想她 我表白 她說想遲一下回 結果就 沒有回 有些YouTube Channel 搞紅線計劃 那些 女兒打上去說 有個男生叫我來這個紅線計劃 試一下吧 那女生說完一大堆 她就咬要求之後 叫她去這個紅線計劃 那男生就繼續說 我和你紅線 直接在台上放閃 有個 舒服的女生 說很冷 又叫她自己穿褲 你有沒有想過她真的很冷 可能吧 有個女生說要85度去包 那個男生 拿包然後叮到85度 然後給那個女生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有HOPEN 又變成情人的經歷 沒有 通常有FRIEND 就有FRIEND 我們的師妹 說是兄弟 過了幾天之後又變成情侶 一見鍾情 和日久生情 你們相信哪一樣 日久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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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她英俊 一見鍾情 我覺得就不會長久下去 你一見鍾情 多數看著她的樣子 很多時候有性格吸引力 多於說她的樣子 十分漂亮 反而覺得一見鍾情 又不是視覺動脈 你不喜歡的 你永遠都不會喜歡 你一見鍾情 那些叫做喜歡 但你日久生情那些是愛 一見鍾情 看人呢 我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我會是放鬆你 但你和你有機會發展 我覺得日久生情的意思是 可能她做了某些事 令到你感動 其實你是喜歡她做的那一件事 而不是她這個人 帶到你那種感覺 我未遇過一見鍾情 日久生情應該開心一點 應該持久一點 日久生情 一見鍾情 通常都可以看到那些很英俊 很英俊 哪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之後 日久再生情都可以 對呀 有沒有試過同朋友 同一時間喜歡同一個人 很難答 即是有 那最後是怎樣 放棄 贏給她 女朋友都不是一輩子 朋友可以一輩子 但是不同時間 你不喜歡的話 那我去過了 那你有沒有成功到 沒有 哈哈 有沒有哪一個IG的女神 或者Youtuber 給你一個初戀的感覺 小雪企的阿冰 阿冰 覺得她很German 她的樣子挺漂亮 Rose Ma一定沒有 姜濤 她 啊啊啊啊 謝謝 我很喜歡你們 我經常看你的影片 你對著鏡頭那一次 我很喜歡阿祥 他會拿你做頭幾秒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很喜歡阿祥 你很帥 Antone 認識她的時候 好像有種可靠的感覺 然後 看到她做事很吵架 吃人撿東西 你意思是你覺得 初戀是一樣 一開始很好 但之後不好的東西 派呀派呀派呀 派呀派呀 肥蛙 好可愛 我肥蛙 肥蛙 Rachel 桃園南美 如果大家都想問初戀的感覺 就要留意這一套電影 何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關於愛情 你只能很努力 不是努力讓他來愛你 而是努力讓自己無愧於心 明明再走一步 就要踩空掉下懸崖 他還像白癡一樣看著天空 偏偏喜歡這個愚人的 就是我 東西南北不堪行 易靖 我喜歡你 跟我在一起吧 其實我跟 你們兩個恩愛干我屁事喔 無論如何 都不可以放棄去愛人 或是被愛 可以慢慢來 但不要放棄 你是不是也喜歡做好 我們還是朋友們 你要放棄你自己 那是你的權利 但我絕對不會放棄你 你覺得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沒關係啊 我可以去你的世界裡 保護嗎 你是我的 對 我交男朋友了 所以麻煩以後跟我保持距離 因為我不想讓一濟誤會 更不想讓我的男朋友誤會 等一下 李祖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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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街房 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